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23章财务报表 首先来看第一个知识点资产负债表 在资产负债表这个知识点呢 我们重点要掌握这个资产和负债的流动和非流动性的这个划分 首先来看流动资产项目 第一个呢就是交易性进入资产 交易性进入资产呢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它是属于流动性项目 所以呢我们应当根据啊 这个交易性进入资产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分析天令 分析什么呢 就是如果这里面有自资产负债表日起超过一年到期 并且呢预期持有超过一年的 以供应价值计量前期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非流动金融资产的期末账面余额 期末的账面价值 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中 这个项目中反映 因为交易性进入资产它是流动的 它是流动的 在这个项目里劣势的就是一年内的 那如果超过一年的 就劣势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这个项目当中 对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反映的是资产负债表日以 贪于成本计量的商业汇票 那这个项目呢 应该根据应收票据科目的期末余额 减去对应的会上准备 然后呢 天令应收账款项目呢 比照这个处理 应收账款里面也是 就是按照贪于成本的 然后减掉跟它对应的会上准备 好 这里面要介绍一个项目叫做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 它反映的是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注意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这个项目 合算的是什么 就体现的是什么 体现的是贪于成本的 如果是反映的是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那体现在应收款项融资这个项目当中 再来看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呢 应该根据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还有其他应收款 项目的期末余额合计数来填列 再减去对应的和他们对应的换账准备 然后持有代售资产 应该根据持有代售资产的期末余额 减去持有代售资产的减质准备 来填列 然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呢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首先它是流动性的还是非流动性的 一年内到期的它是流动性的 它是流动性项目 通常反映预计自资产负债表示起 一年内变现的非流动资产 对于按照相关会计准则 采用折旧或者摊销 折耗方法进行后续计量的固定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等非流动资产 折旧摊销消耗年限或者期限 只剩一年或者不足一年的 或者预计在一年内进行折旧 或者摊销消耗的部分 不得归类为流动资产 注意这几个固定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这些就在自己的项目列报 无论它是不是短一年 无论是不是短一年 它都不转入到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就在各自的 就在非流动资产项目中 再来看流动负债项目 流动负债项目第一个 就是交易性集中负债 这个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示 企业承担的交易性集中负债 以及企业持有的 指定为以供应价值 计量期间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的期末账面价值 该项目应当根据 交易性金融负债科目的 相关明细科目的 期末余额来填列 应付票据应当根据 应付票据科目的 期末余额来填列 应付账款 这个应付账款 就得考虑两个了 一个是应付账款 一个是预付账款 然后这是负债 所以是这两个的 代方余额合计数来填列 然后其他应付款 应当根据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科目的 期末余额合计数来填列 持有代售负债 反映资产负债表日 处置组中 与划分为持有代售 类别的资产 直接相关的负债的 期末的账面价值 这个项目应该根据 持有代售负债科目的 期末余额来填列 再来看非流动资产项目 和非流动负债项目 首先来看非流动资产项目 对于债权投资 这是非流动的 应该根据债权投资科目的 相关明细科目的 期末余额 减掉这个债权投资 减值准备科目中 相关的减值准备后的余额 分析签例 那么这个债权投资 本身它是非流动的吗 如果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有自资产负债表日起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的 期末账面价值呢 也是在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项目中 如果企业购入的 以贪运成本计量的 一年内到期的 债权投资的 期末账面价值呢 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中 反映 这两个有啥区别 就是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和其他流动资产 都是流动性项目 都是流动性项目 那为什么 它一个是进入这个 一个是进入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我买的时候 我购入的时候 比如说我今年买的时候 它就是六个月的 就是六个月 我买的时候 它就是流动的 所以呢 但是它符合债权投资的特征 我在会计科目上 我是寄到债权投资了 但是呢 它短一年 我给它调到其他流动资产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资产负连 比如说我买的时候 我是前两年买的 前两年买的时候 假设这个是三年到期的 那前两年买的 但是在今天来看 它可能 比如说明年十月份到期 短一年 那我这样 因为它本身本质是非流动资产 但是现在是一年内要到期了 所以给它调到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项目当中 再来看七大债权投资 七大债权投资呢 也是非流动项目 非流动性项目 那么这资产负债表日起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呢 这个寄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购入的时候 购入的时候 它就是一年内到期的 它就是一年内到期的 那就给它列在 其他流动资产当中 还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应该根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的 期末余优来填列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呢 就是固定资产 减掉累计折旧 减掉固定资产 减之准备 然后再加上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就是在建工程 减去在建工程减之准备 然后加上工程物资 然后减掉这个工程物资减之准备 使用权资产 使用权资产 其实跟固定资产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使用权资产 减去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然后再减掉 使用权资产减之准备 好 再来看非流动负债项目 那对于租赁负债 租赁负债呢 这个项目 它体现的是非流动性 但是如果说 它这里面有自资产负债表日期 一年内到期 应该予以清偿的租赁负债的话 那这个列在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项目中反应 再来看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呢 要减掉它的背底科目 它的背底科目呢 是谁呢 是未确认融资费用 然后呢 它还要额外再加进来一个 这个是什么 专项应付款 就是说 长期应付款呢 要根据自己的 然后减掉这个未缺融资费用 再加上一个专项应付款 然后低延收益 低延收益项目中 摊销期限只剩一年 或者不足一年的 在预计一年内进行摊销的部分 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 仍然在这个项目中策略 注意 这里 非流动负债就出现了 刚刚说这个 非流动资产 有什么固定资产呢 五行资产呢 使用权资产呢 长期待谈费用 这些即使短一年 依然在自己的项目中 这个猎豹 那么对于负债 非流动负债 低延收益 也是一样的 低延收益 即使它短一年了 也仍然在低延收益里面来猎豹 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好 再来看与收入准则和金融工具准则 相关的报表项目 再来看跟收入准则相关的 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 那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呢 应当根据合同资产科目 合同负债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 期末余额分析天例 对于同一个合同下的 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应当以净额来天例 那其中净额如果是 借房余额 那就是一项资产 那如果是一项资产 根据它的流动性 如果是流动资产呢 就在合同资产 如果是非流动资产呢 就在其他非流动资产 那已经具体减制准备的 还要减掉合同资产减制准备 那如果净额是贷方余额的话 那就是个负债呗 根据流动性 如果是流动负债呢 就记得合同负债 如果是非流动 对 如果是非流动的 那就记住其他非流动负债 那由于同一个合同下的 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呢 应当以金额劣势 其他呢 也可以设置一个什么 设置一个合同结算这个科目 以合算同一个合同下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 履行履约义务 及与客户结算对价的 合同资产或者合同负债 并在此科目下呢 设置合同结算 价款结算 这个科目呢 反映定期与客户进行结算的金额 然后再设置合同结算 收入结转这个明细科目 反映按照履约进度 结转的收入的金额 那么在资产负债表日 合同结算这个科目 期末余额是在借方 期末余额是在借方 也就是说 我确认的收入多 然后你给我 这个结算的少 给我结算的少 那我就是 还有收款的这个权利吧 那就是在合同结算 就会存在借方的余额 那应该按照它的流动性 列在这个合同资产 如果是流动的 列在合同资产里 如果是非流动的 列在其他非流动资产 那如果是这个贷方的 如果这个合同结算 是个贷方余额 那说明给我结算多了 对吧 我还要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那根据它的流动性 如果是流动的 就记在合同负债 如果是非流动的 就记在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中 列市 按照收入准则 确认为资产的合同取得成本 应当根据合同取得成本 科目的明细科目 出使确认时 贪销期限是否超过一年 或者一个正常的营业周期 那么如果说是 没超过一个营业周期 那就在其他流动资产 它是属于流动的 因为这个合同取得成本 本身它是一个资产的科目 如果说它是在 短于一个正常营业周期的 或者短于一年的 它就属于流动的 在其他流动资产 或者是在其他非流动资产 如果说长余年的 就在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中 列市 已经继续减制准备的 还应该减去 合同取得成本的减制准备 那按照收入准则 确认为资产的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 也应当根据这个 合同履约成本的科目的 明细科目 出使确认时 贪销期限是否超过一年 或者一个正常的周期 如果是短于一年的话 属于流动性的 流动性的合同履约成本 是为了履约的 所以如果是流动性的 就寄在从货里面 如果是非流动性的 就寄在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中 已经继续减制准备的 还应该减去 合同履约成本减制准备 按照收入准则 确认为资产的应收退货成本 应当根据应收退货成本 这个科目 是否在一年 或者一个正常营业中期中出售 那么如果是短于一年的 那就列在其他流动资产 如果长于一年的 那就列在其他非流动资产当中 按照收入准则确认的 预计负债的应付的退货款 你有这个 给人家这种退货的这个义务的话 然后这个预计负债 确认的应付退货款 应当根据预计负债科目下 应付退货款明细科目 是否在一年 或者一个正常营业周期内清长 如果是在一年内的话 那就记录其他流动负债 如果是长于年的话 记录到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是非流动性的项目 第六 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相关规定 对贷款承诺 财务担保合同等项目 计题的损失准备 应当在预计负债这个项目中来列示 好 下面再来看所有者权益的项目 其他权益工具这个项目呢 反映自然负债表示 企业发行在外的除了普通股以外的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金融工具的期末账面价值 对于自然负债表示 企业发行的金融工具 如果是分类为金融负债的话 那么应当在应付债券项目填列 那么对于优先股和永续债呢 还应该在应付债券项目下呢 再有这个优先股和永续债这个项目 分别进行填列 如果是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那就应该列在其他权益工具项目 那么对于优先股和永续债 应该在其他权益工具项目下 这个优先股和永续债项目 分别填列 再来看专项储备 专项储备呢 反映高危行业 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 安全生产费的期末账面价值 这个项目呢 应该根据专项储备科目的 期末余额来填列 好 我们看这道单选题 某公司年末结账前 应收账款总账的借方余额 总账的借方余额是三个亿 其明细账的借方余额 明细账借方余额是三亿九千万 明细账的贷方余额呢 是九千万 这是贷方余额 然后预收账款 非转让商品确认的预收账款 这个总账的贷方余额是两亿三千万 其明细账的贷方余额呢 是三个亿 明细账的借方余额呢 是七千万 然后坏账准备科目的余额呢 是两千万 假定都是应收账款计题的 该公司年末自然负债表中 应收账款项目和预收账款项目 分别填列的金额 那应收账款项目就找借方吧 那就找这个明细账的借方余额吧 那就是三亿九千万 加上一个预收的借方 预收的借方是七千万 加上七千万 然后坏账准备得减掉 减掉坏账准备 两千万 减掉坏账准备两千万 就计算出来是四亿六 四亿六减掉两千万 四亿四 那就是应收账款是四亿四 再来看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就找贷方吧 这个贷方是九千万 然后呢 这个贷方是三个亿 那就是预收账款是三亿九 那就是四亿四和三亿九 答案是B 好 再来看这道单选题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为了如实反映企业资产和负债的价值 财务报表中有关项目 应当以净额劣势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A 债权投资项目 应当根据债权投资科目的期末余额劣势 这个显然是错的 首先呢 这个债权投资 它会有减值 那减值 你要减掉 然后还有呢 就是债权投资当中 如果有一年内到期的 你也要给它扣出去 不能在这个项目中 据 既然B 具有融资性质的长期应收款和长期应付款 应当分别按照科目余额 扣除相应的未实现融资收益 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余额后的净额来列事 那么对于长期应收款 应当扣除未实现融资收益 如果有坏账呢 你还得把坏账扣除掉 那对于长期应付款呢 扣除未确认融资费用 然后还要考虑什么 它这个项目里面还包括一个科目 就是专项应付款 它还包括一个专项应付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比方C 企业呢 购入的以供应价值计量 前期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一年内到期的债权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反映 这个是正确的 就是我购入的时候 我购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短期的 只不过呢 它符合 它满足这个定义 所以呢 我是给它记录了这个 其他债权投资 但是在猎豹的时候 由于它一年内就要到期了 我买的时候 而且我买的时候就是流动的 那么记录到其他流动资产 选项地 金融负债应该按照 扣除相关担保物价值后的 净额来列式 这个呢 是没有这个规定的 可以 正确的就是C 好 再来看这道多选题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下列关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 天列表述 不正确的有 让我们选不正确的 A 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账款项目 应该根据其 总账余额填列 说了 应付 先是 这个应付账款 就得再考虑谁呀 就得再考虑预付账款 而且是按照它的明细账的 贷放 明细账的贷放 这两个明细账 贷放余额 选用B 本市场选不正确的 这个不正确 咱们选上 选用B 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资金项目 应当根据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科目余额填列 这个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我们不选 选用C 资产负债表中的股本项目 应该根据股本科目的期末余额 减去库存股科目的期末余额的 经过来填列 这个不是 资产负债表中是这样 所有的权益它是这样 先是股本 然后是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 这都是相当于投资者投入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减掉一个 减掉一个库存股 它是这么来填列的 它是这么来填列的 股本人家是 自己有多少就写多少 不是减掉库存股的这个净额 这库存股的单独有这么一行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错的咱们选上 原地资产负债表的 长期待摊费用项目 根据长期待摊费用科目的期末余额减去将于一年内含一年摊销的数额后的金额填列 长期待摊费用 还有谁啊 还有地盐收益 当然这个是资产类的 这个是负债类的 那么无论还有多长时间 都在各自的项目中 钱力不用扣除这个一年零到下 都在自己的项目中 都作为非流动项目 所以这个也错了 那么我们选上 所以本题选错的就是ACD 好 下面来看第二个知识点 关联方关系 什么是关联方呢 关联方一般是指有关联的各方 关联方关系是指有关联的各方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 或者是对另一方实际上重大影响 以及两方或者两方以上 同受一方控制或者共同控制的构成关联方 好 再来看关联方关系的认定 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出发 与其存在关联方关系的各方 包括以下的13种情况 这种情况 该企业的母公司 这是A 这是B B持有A 百分之百 不仅包括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这个企业的其他企业 也包括能够对该企业 实施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单位 这啥意思呢 其实就是 我这个控制你 然后如果说我上面有个C 在控制B 这个也是 这也是关联方 这也是关联方 就是母公司 老了公司 跟他 都是关联方 然后呢 什么是直接或者间接的 比如说 我们再换一个方式 A持有B 百分之百 A持有B百分之百 A和B 是关联方关系 然后假设B持有C 百分之百 A和C 是不是关联方 是关联方 然后呢 假设 这是A和C就属于间接 A就属于间接控制的 然后假设呢 A持有D 百分之二十 然后呢 B呢 持有D 百分之四十 好 这是 这是直接 间接 这两个加在一起 百分之六十 他也控制它 所以A和D A和D 也构成 这个关联方关系 第二呢 就是与该企业的子公司 包括直接或者间接的 被该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 或者包括 直接或者间接的 被该企业控制的 企业单位 基金等特殊目的的实体 这个就是母子公司之间 一和二 合并起来 简单理解 直接或者间接 母子公司之间 肯定是关联方 第三呢 与这个企业 受同一母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 那也就是说 同一母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 兄弟公司 兄弟公司之间 也是关联方 第四 与对该企业 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与对该企业 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也就是说 这个假设B 上面有个A 有个C 那这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好 B和A B和C 都构成关联方 但是 A和C之间 两个投资者之间 不构成关联方 第五呢 就是对该企业 实际上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实际上重大影响 A对B 百分之三十 那么 A和B之间 构成关联方 但是 投资方之间 比如说有个C 是有它百分之二十 也是重大影响 那A和C 不构成关联方 注意啊 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这种 直接的母子关系 母子关系 就是母公司和子公司 双方都是关联方 然后共同控制 还有这个重大影响 都是投资方和被投资方 那么对于 这种 共同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 投资方之间 是不构成关联方 第六呢 就是该企业的合营企业 该企业合营企业 就是 就是站在 A的角度 就只有它百分之五十 这个 是B A和B B叫做A的 合营企业 然后该企业的 联营企业 假设它只有百分之三十 B就叫做A的联营企业 也就是投资方 我们简单来讲 长期股权投资 能够形成长期股权投资的 投资方 和被投资方之间 都是构成 都是构成关联方关系 第八 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 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那这个主要投资者个人 肯定跟这个企业是关联方 那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跟这个个人 是不是关系很密切啊 关系很密切 所以他们是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啊 他就相当于这个个人了 所以个人跟他是 这个关联方关系 那么这个跟个人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跟这个企业也是关联方关系 那主要投资者个人呢 是能够控制共同控制 一个企业或者对一个企业 实际上重大影响的个人投资者 就还是我们说 就是构成长头的那个影响程度啊 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第九 该企业或者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 关键管理人员 跟这个企业或者母公司 肯定是构成关联方的 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那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呢 所以跟他也构成关联方关系 关键管理人员包括董事长 董事董事会秘书 董经理总会计师财务总监 第十 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 关键管理人员 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控制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 也就是说 这个投资者个人呢 关键管理人员呢 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跟这个企业是关联方 那么他们控制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 是不是跟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呢 跟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的这个企业 跟这个企业构成关联方 第十一 该企业关键管理人员 提供服务的提供方 与服务的接受方 比如说这个假公司 派给乙公司一个总经理 好 那肯定是他们之间有啥关系 否则乙公司自己找个总经理 所以 这个是关键管理人员 提供服务的提供方 与服务接受方 这个也是关联方关系 第十二 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 其他成员单位 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 合营企业或者联邪 好 这是一个集团 这是母公司 还有两个子公司 假设 B有一个联邻企业 有个合营企业 C联邻企业 合营企业 A联邻企业 好 我们看一下 只要是跟A有关系的 只要跟A构成关联方 比如说这两个 和B和C就构成关联 跟B构成关联方的 这两个和A和C 就构成关联方 也就是说 外面这一圈的 和里头这一圈的都构成关联方 那就是外面这个 它和里头这一圈 因为这里头这个就相当于同一个利集团 同一个利集团 那么它只要跟一个构成关联方 跟其他两个就构成关联方 第三 企业的合营企业 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 或者联系企业 比如说A 持有B50% 持有C50% 持有D 也是30% 好 那B和C是A的合营企业 D呢 是A的联系企业 好 在这种情况下 那A和B和C和D 都构成关联方 首先 A跟这几个都构成关联方 那再来看B B跟谁构成 跟A肯定构成 因为这关联方是相互的 关联方 关联关系是相互的 注意啊 那么对于B呢 它跟谁 它跟C构不构成 因为它是 企业的合营企业 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 或者联系企业 所以B和C和D 也构成关联方 那C呢 和B跟D 也构成关联方 相应的 由于这个B和C和A 跟D都构成关联方 所以呢 这关系是相互的 所以D呢 跟他们也构成关联方 所以呢 如果是这种关系的话 那就是这四个 相互之间 相互之间 都是构成关联方 好 再来看 不构成关联方 关系的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与企业发生 日常往来的资金提供者 公用事业部门 政府部门和机构 以及与该企业 发生大量交易 而存在经济依赖关系的 三个客户 供应商 特许商 经销商和代理商之间 不构成关联方关系 也就是说这是什么 这是正常的业务往来的 第二呢 与该企业共同控制 合营企业的合营者之间 也就是说两个投资者之间 啥意思呢 比如说 A和B 各出资50% 各出资50% 这是他们的合营企业 就是A和C是关联方 B和C是关联方 但是两个投资者之间 不是关联方关系 三 仅仅仅投授国家控制 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 不构成关联方关系 第四 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企业 这个企业之间 不构成关联方关系 比如说 A B C 他持有他 A持有B30% 持有C20% 都是重大影响 那么 A跟B肯定构成 就是投资者和被投资者 肯定是构成的 但是 B和C不构成 B和C不构成 例如同一投资者 同一投资者的两家联营企业之间 这个是不构成关联方关系 好 我们看这道单选题 A公司拥有B公司 18%的表决权资本 对B公司的财务经营决策 不具有重大影响 A 对B18% 不具有重大影响 那A和B不是关联方 B公司拥有C公司 60%的表决权资本 那么 B公司是C公司的母公司 A公司跟B不是关联方 那跟C呢 也不是关联方 A公司拥有D公司60% 拥有D公司60% 那D公司是他的子公司 A和D是关联方 然后拥有E公司6% 拥有E公司6% 然后D公司又拥有E公司45% D公司拥有E公司45% 也就是 A公司通过直接6% 间接45% 持有E公司51% 所以A和E是关联方 上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方 关系的是A和B A和B不存在 对吧 不能重大影响 不存在 A和C C是B的子公司 但是呢 A和B没啥关系呢 A和C呢 也不是关联方 也不是关联方关系 选上C A公司与E公司 A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 总共拥有一公司51% 所以这个是关联方关系 选上D B公司与E公司 B公司和E公司隔着很远的 这个不是 所以存在关联方关系的就是C 好 我们再来看这道单选题 假公司是E公司的母公司 假公司是E公司的母公司 以下表述正确的是 A 假以公司之间 公允价格的交易 不是关联交易 注意啊 这个只要是关联方 发生的这个交易呢 你不管价格怎么定 它就是关联交易 这个不正确 B 无论是否发生关联方交易 假公司均需要在付诸中 披露 以公司的有关信息 对于 这个母公司 子公司的信息呢 无论是否发生关联方交易 都是需要在付诸中披露了 这个是正确的 假公司对以免费提供的老物 不是关联方交易 这个也是关联交易 只要你们之间发生交易了 就属于 因为你们是关联方嘛 发生交易就属于关联方交易 原地 假以之间 未使一方受益的交易 才是关联交易 也不是 所以 正确的是B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呢 均属于关联方交易 不管是否是一方受益 也不管是否是正常的 按照供应价值的交易 只要发生交易 就属于关联方交易 好 再来看这道单选题 以下个人或者企业中 与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关系的是 A 假公司和A公司 与假公司 有共同的董事长 有共同的董事长 那这两个公司 可就属于关联方啊 关键管理人员都是一个呀 所以 这个是关联方 这个是 让咱们选不构成的 那这个咱们不选 选用B 假公司与乙公司 假公司和乙公司呢 均能够对B企业 施加重大影响 假公司和乙公司 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 所以假和乙的关系是什么呢 共同 是B的一个投资人 相当于是 那一个 这个重大影响 20% 30% 那这个投资人之间 不构成关联方关系 本地上选不构成的 那就是B 比方C 假公司与其他主要投资者个人 那这个肯定是关联方关系 比方D 假公司与D公司 假公司通过 控股子公司 间接拥有D公司 30%的股权 并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那就是 跟他还是有关系的 对吧 他的子公司 间接的 拥有他30% 那这个也相当于是 这个间接的投资者 所以这个呢 也是属于 也是属于这个 关联方关系的 所以不构成的 那就是B 这个重大影响的 两个投资者之间 是不构成关联方关系 但是 你赢了 一分钟 我会说 你赢了 这次 你赢了 相当于 对 等会 你赢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